歡迎大家收看《笑號流連》 我是主持人凱明 今天的嘉賓我們邀請到了聯想國際進出國漫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CEO秦琦 Bruce 外號李小龍 對 謝謝 秦琦 Bruce 你其實是來自中國吧 就不是馬來西亞本地人 但是一些從事著流連行業 我大概做一個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秦琦 我來自中國,英文名叫Bruce 我個人最早是五年前來到馬來西亞 主要是以留學生的身份來大馬學習 在後期創業階段我最早是做餐廳 在我做餐廳的過程中就有好多的在大馬的國內留學生 對還有一些 那時候其實的餐廳主要是給自己就留學 中國留學生來自己餐廳 對,包括遊客 中國留學生 或者在大馬的一些公司的人員 對 所以說他們從國內來到大馬 來到我餐廳之後 他就會問 老闆 這個馬來西亞的榴槤有什麼好介紹 對,有什麼好的品種 都是什麼價格 我們哪裡能吃到等等問題 就那時候其實你已經 在自己本身已經吃榴槤了 這個是蠻奇妙的一個經歷 早在六七年前我在國內 第一次接觸榴槤 是其實陪著我女朋友去吃了一塊 我說什麼東西這麼臭 當時我才知道那是泰國的榴槤 但我第一次接觸馬來西亞榴槤 是在2015年的時候 就是因為在餐廳的客戶 對,他想吃這個榴槤 那我們就帶去這個榴槤档口 所以那時候你自己本身也還沒吃過的 沒吃過 對,但我見,見過 但是一直沒有去吃 後面就很好奇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吃榴槤 我就是隨個大眾 結果一吃完之後 Amazing 所以在那時候就經常會有人 要你帶他去吃榴槤嗎 對,只要來的人 包括我後期在店裡也會打廣告 那有喜歡的人 我會帶他們去設計一個旅遊線路 帶他們去這個果園 或者是去檔口去品嘗 對,當時呢 我有一個感覺就是 就是馬來西亞 尤其是貓善王它的一個特別之處 那就是遠處漂來的榴槤香味 對,當你入口之後有一種微微的苦澀 當你吃完咽下去喉嚨之後呢 又有一種回甘的感覺 哇,真的是很美妙 對,但是榴槤畢竟還是 怎麼說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的食物嗎 就是當你中國朋友來到這裡 對,吃榴槤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過 呃,這個朋友可能就沒有辦法接受榴槤 這種比較 我這樣跟你說啊 因為我經歷了很多 帶他們去吃完的最大的感受就是 比如說有十個人 我們一起去吃榴槤 可能就有兩三個人不喜歡 但是沒辦法 他也得跟著團隊一起去 但是當聞到那個味道之後 啊,就就就準備要離開 但是周圍的人都會把他們 這個拉住 架著不走 架著不走 你要嘗,一定要嘗 因為這是全世界最美味的大馬 貓善王榴槤 對,所以說 當他們吃完之後 話都不話都不說 只是束大拇指 就每一個都被吸引了 而且這兩年我做榴槤 感覺下來了就是在國內 好多人沒有吃過榴槤 更不會知道大馬的榴槤 但是當他們接受到大馬的榴槤的時候 他説世界上還會有如此 美味以及美妙的一個對水果 嗯,而且相比起就是泰國榴槤的話 好像也是大馬榴槤會比較吸引中國的口味 是嗎? 呃,怎麼講 因為泰國榴槤已經這個有二十多年了吧 嗯,就距中國市場 已經深入人心 他們從了解榴槤就是從泰國榴槤開始 是 泰國榴槤已經成為他們泰國的產業了 而大馬榴槤其實也就這七八年的時間 但是正而八斤在國內火熱 也就是這兩三年的時間 所以說大家對這個熱度關注度很高 當他們吃過大馬榴槤的啊 呃,泰國的粉絲們不好意思啊 就會得罪他們 不會選擇泰國榴槤 哪怕花高價啊 等一段時間這個存一點錢 他都會吃這個茅山王榴槤 對 是,所以就在從那時候開始 就因為有大量的人都去 都來到這裡都要找你去吃榴槤 所以你開始想要進入這榴槤的行業 呃,也挺美妙的 就是因為做餐廳 確實很辛苦很累 我們年輕又沒有什麼經驗 呃,但是這個榴槤本身 我也比較喜歡 而且我看這麼多的人都在找這個榴槤 那我就在想 他們馬來西亞吃了 OK 那在國內要如何吃 對,所以說我當時就是 啊 抱著一個學習的態度 不斷深入到果園 每天去跑果園 北到 冰城 南到 柔佛 對,呃,然後去工廠各個環節 去了解它的加工流程 就是想要把榴槤出口到 國內 嗯,中國 對,呃,然後再到後來的話 呃,我們在馬來西亞吃完也OK 那後來我在國內成立了公司 我們在國內也有這個自己的倉庫 對,有自己的倉庫之後 你國內的客戶你想吃 我,我們的倉庫可以做這個一鍵待發 是 對,整顆果,單立果,一箱 對,果肉都是可以 對 所以,呃,在這個過程中 你畢竟是,是來自中國嘛 就在,在馬來西亞 其實想要進去流連這個行業 然後你一個外外國人的身份 這樣進去這個行業的話 會很有很多困難吧 哇,這個說起來也是蠻心酸的 呃,最早因為我不是抱著 做生意的態度 或者作為我的事業去做 呃,就是想學習 啊,覺得這個東西很奇妙 而且流連這個東西 如果出口去國內 它屬於國際貿易 嗯,然後貿易這個行業 本身也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所以說從前兩三年之前 我就,這個放棄了餐廳 就毅然決然的投身到這個事業當中 呃,從一開始 我就是簡單的發貨 那,作為本地人 他果原主,果農主 他肯定不會把他的最好的價格給我 也不會把他最美的品質給我 就畢竟是 呃,本地人可能就會對 對你也比較有戒心之類的 第一是戒心吧 第二肯定是 啊,就比較好 這可以可以去砍一砍價錢 對,肯定了 肯定了 所以就面對這樣的問題 其實要怎麼克服他 最好的方式 就是用實力說話 第一 每一個環節我親自去 學習,我不會讓我的員工去 我親自去深入到這個環節 然後每一次我回國的時候 我都會去到這個全國不同的市場 或者是去到我客戶的這個這個這個 品牌店啊 或者是他們的商城啊 我都會親自去學習 所以說 後期當我達到一定的出口量 或者對專業知識的一些這個這個 呃,穩定之後 那他們國園主這個馬來西亞的人 他會把我當成朋友一樣 所以就是說 呃,在了解了這些環節之後 這些國園主他自己在和你談天的過程中 也可以感覺得到其實你是非常了解這個行業 對,對,對 當然也對我個人也比較喜歡了 嗯,對 所以這個過程中你就 再加上你的這個出口量 他們就更加願意和你合作了 是的,是的 那麼 這是在呃,馬來西亞本地面遇到的問題 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解決嗎 呃,當然這個是一個宏觀方向的一個解決 嗯,最主要的解決呢 還是呃,說白了就是 比如說玄果 馬來西亞的流年的特殊性 就是一年只有兩個季節 你也不能保證每一個季節 它就是那麼多的量 你的價格更別說價格 你很難控制得到 是 你也很難去講究這一批貨的品質 就一定是保證的 啊,所以說當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只能屈服屈服於大自然 對,就只能去等這一個季節 有多少量 什麼價格 我根據我自己的需求 然後再去選過 需要去更加 徹底的去理解這個整個果源的特性 他們的在種植過程中 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對,是的 那麼其實如果 畢竟馬來西亞有很多不同的這個 榴槤品種嘛 對,對,對 所以在這品種當中 你就是怎麼做選擇的呢 OK,我做選擇很簡單 我個人也喜歡吃 那我差不多也吃了十多二十個品種 不等 但是你對於客戶的需求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以貓山王 切入正題 帶入國內 這種是最快速的讓國內的客戶 了解到我們大麻榴槤 因為這個泰國的榴槤它是七八成熟 它可能達到一定的標準化 但是在馬來西亞 你不能再有這種工業思維去做這個生意 我有多少 我才能給你出多少 對於國內目前來說 貓山王還是非常受之歡迎 隨之貓山王進入中國市場 好多人對大麻榴槤有深入的了解之後 他們也對其他的品種 比如說第24 主角 101 第13 其實產品品種很多 大家也都是很喜歡 對 所以其實想當年 其實貓山王是如何在中國 變得比較廣為人質的 就那麼多的品種裡面 貓山王是如何脫穎而出的 其實最早在兩三年前 大麻榴槤進入中國 差不多有八年的時間好像 對 但是最近火也就是這兩三年的時間 主要是通過這個線上 國內的一些大公司 以及這個大的電商平台 對 對 他們會親自來馬來西亞去採購 通過一個大的一個體量或者是流量 它會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這個大麻的流連 所以那時期其實就是主要的大量出口 都是貓山王這個品種 貓山王 對 百分之八九是吧 對 不過你這是在大麻遇到問題嗎 那麼在出口到中國的這個過程中 又遇到什麼問題呢 這個是很關鍵的一個點 就是因為我對果園啊 對工廠的流程還算是比較熟悉 但是在物流 我們都是找我們的合作方 我們親自都把控不了 而且裡邊有很多的這個細節 有一句話說的好 當你認為沒有錯誤的時候 錯誤會來找你 那我剛剛就在前段時間 前幾天清出來這個一條跪 貓山王 當時就是因為對這個這個環節不太了解 沒有那麼清楚 因為這個國內疫情關係 是 我們都獲取到這個香港 換大船換成小船再進入中國內地 很多很多這些問題 也需要後期去去做的 因為我本人長期在馬來西亞 對於國內的一些清官方面的東西 可能我就是沒有那麼擅長 嗯 所以這些都需要長時間的去提 就或者是 對 需要經驗去了解 只要有錯誤之後才能夠 才是知道要改正 下一步呢 我就想的是 呃 一有時間 又有機會 啊 因為大馬榴槤它有兩個季節 那我在季節之外 我可以選擇回中國 去我國內的公司 去了解情況 或者去我客戶的這個市場 我直接深入到終端去了解這些問題 對 還是要任何行業 我覺得還是要 親自去 每一個環局去把控的 是 那麼在中國那方面 其實你遇到的是什麼樣的問題 剛剛說的在馬來西亞 遇到是果園的這些果農 可能跟你有一些 對 然後在國內其實 主要的問題是什麼那方面 國內的問題 其實一個核心的關鍵 是在物流方面 第一個是物流 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 嗯 在這個指導方向 也就是售後 那我們先講這個物流 物流的話就是 我們貨到了中國之後 如何進行這些貨的分艙 在這個分艙的過程中 他能不能把這個標準 比如說溫度 控制的非常好 對 有些人不會銷售 他把這個果拿出來 把這個冷櫃打開之後 拿出來又放進去 或者有些人直接當著液氮果 去當著鮮果去賣 對 包括就是在物流過程中 中國有很多節日 在過節的時候 他們的倉庫爆單 單量很多 那我們的流連 它是屬於水果 新鮮水果 而且它的價格成本不低 對吧 所以說在這個環節 我們之前也出了好多問題 所以這環節是說 在就剛剛你說的 這幾個問題當中 因為他們的這些動作 造成這個流連 可能溫度不達標 對 裡面可能有細菌滋長之類的 對 所以造成這個流連 可能會腐爛還是有問題 出水啊 泡軟啊 發白啊 味道發酸 很多問題 所以說這個物流 我們現在在國內用的最多的 就是以順風為主 因為順風走走冷鏈 快遞 它的空運 都可以 對 就在這方面是比較成熟的 比較成熟的 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對 那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就是在指導方面 我現在 不管是我在大馬公司 還是在國內的公司 現在有一個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一個售後部門 這個售後 他負責兩個事情 就是當貨出現了問題 如何解決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這個錯誤 扼殺在腰臉裡 就是在問題發生之前 如何教導這些客戶 去做一個貨物的儲存 啊 如何教他們去吃 比如說很神奇的一個是 就是貓山王六連 他如果本身是高山 他會比較發苦 會吃的人呢 或者比較專業的人 可能在解凍前兩個小時 你吃他可能是發甜 當他全部解凍完之後 他會有一點微苦 恢復他本身的樣子 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也是不斷 在合作的過程中 也是教導這個客戶 指導客戶 如何去啊 做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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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物儲存啊 銷售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在吃的方面 你還必須要教導客戶 怎樣吃才是最好的質量 包括要保鮮啊 這一塊要如何控制這個溫度啊 對各種各種方面 所以在這之前其實有遇到過 非常多這些顧客 他收到榴槤之後 他因為自己本身不知道如何去吃 對 而出現很多問題 很多 所以會有很多誤會 因為榴槤是壞 就是你來的貨物是壞掉的 就很簡單 馬來西亞榴槤 他分為高八低八中吧 他是外面的人是不懂 啊 國內大部分的人 他喜歡吃甜 但是一旦發發苦 他會覺得你這個榴槤有問題 但其實他不知道他拿到 拿到的是最好的高山毛展望 對 是 其實怎麼解決啊 就那個時候 就你說不通啊 就顧客會聽你說嗎 第一 那我們就通過這個耐心的講解 對 通過專業知識的講解 第二呢 就是通過網上 因為現在大量的貓山網 流入 涌入中國 那 越來越多的一些公司企業 他會有一些文字性的東西 來介紹貓山網 如何去吃 有什麼品種 怎麼分類 對 這一塊還是得到一定的解決 嗯 所以總的來說 就是在中國這物流方面的問題 其實到目前為止 都已經非常成熟了 都可以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了 對 然後在接下來的發展方向 會往哪個方向發展呢 未來 你說整個行業的發展 現在誰都不敢去保證 但是 有一點可以確定就是 在大馬的種植 的數量 它肯定會越來越多 嗯 因為中國的市場需求 人口基数在那放著 對 但是 我覺得啊 中國人如果盯上一個物種 或者一個品種 很快會被整個滅絕的 所以說 不管你有多少量 我覺得 都吃得完 對 都吃得完 因為我覺得不只是中國 啊 馬來竟然是一個 對吧 國際化城市 它面向的是全球 比如說啊 我個人來說 雖說我是中國人 這次中國出現這個疫情 呃 如果中國的這個這個貿易來往 或者是消失消費力 受到一定的阻礙 那大馬流連 如何考慮下一步 需要找到 是一個全局型的 不同的小售方向 才不會在某些情況下 可能就卡死在一個地方 對 對對對 包括我個人 那我個人這個國內的公司 它主要就是因為啊 我們對大馬的一些熟悉 包括我個人來講 我長期在大馬 我對大馬流連熟悉 啊 我了解各個環節 那我國內的公司呢 又對國內的情況很很很很熟悉 對不對 所以說我這個公司就是結合兩方的這個優勢啊 然後現在是做這個B2C 直接把貨物出給這個我們中端的客戶 然後可以得到中端客戶的一個真實反饋信息 嗯 所以應該說你對中國方面就比較了解 其實你說的了解是哪方面了解 是整個流程還是呃 當地的顧客的喜好 是你是講中國 啊中國中國那方面的了解 嗯 中國客戶對流連是嗎 嗯 就是你說是你說優勢嘛 就你在馬來西亞 你了解到整個整個流連的過程 對對 這產業的流程 要注意的東西 那麼在中國的話 是要注意的是 就是剛剛只是剛剛物流的情況而已 對 國內是怎樣 國內的話 因為對我公司而言 現在有兩兩種類型的客戶 第一是2B 也就是company 它分兩種線上線下 online offline 那線上的話就是大型平台 電商平台 以及是apps 或者我們的什麼微商 新媒體 它都屬於online 那線下的話 offline它屬於什麼 就是線下的門店 水果店 或者是批發市場之類的 對 嗯 嗯 然後就是我們國內的公司 主要就是負責對這個C端的客戶 對 嗯 那我現在有一個好險點 就是你在兩邊都有公司嗎 就是在馬來西亞有自己公司 然後在中國 嗯 其實這兩個公司的整個營運方式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這些合作方式 有沒有不一樣啊 就是這個工作的文化 這個蠻蠻蠻奇怪 其實中間也有好多問題 但是把這兩方公司的人 都是大家志同道合 非常想去做這個事業的人 雖說它現在比較難 那我們馬來西亞的公司 它主要負責是上游端的采購 以及品質的把控啊 以及就是工廠的這些流程 對 然後國內的公司主要是負責這個 營銷產品包裝個人定位 啊 主要是這樣 嗯 互相就是配合了 問題也可以當然是很多 嗯 所以之間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嗎 這工作的方法 對方法差別不大 只不過是對面向的客戶群體不一樣 嗯 是 所以做一個呃 就是流連出口 就了解這兩個地方的過來人 如果說有人想要加入流連這個行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意見呢 我的意見第一 你得有一個強大的心理準備 嗯 呃怎麼講 如果是從投資來講 或者是從這個你想專門去經營這個事業來講 都不都不易 因為第一馬來西亞的流連 不是像泰國的產業化 你有錢就可以買得到 這個是要看天吃飯 對 第二一個我建議還是要去深入到果園 要去了解它本身馬來西亞流連的這個特性 啊 而且到工廠也是有好多的流程 比如說打蛋打液蛋 如何包裝啊 如何申請文件來貼貼標啊 如何去包裝 所以說這一塊我覺得是一個很長久的一個工程 呃 包括後期我覺得整個大馬做流連的人肯定會越來越多 對 但是我感覺這一塊投機倒把的 或者只是抓一筆快錢的人 嗯 我會勸他們趁早就不要玩了 啊 說不定到時候會惹的一身債務 因為這風險太高 風險真的是很高 預測性就是這個流連的生長都沒有 都不是很穩定的 對 所以說在國內的人我估計會有一部分 比較專業的 比較精英的人 他會去專門經營這個世界 呃 這個這個事業 是第一是因為對大馬流連的了解 第二他們長期是在國內 就是 專業在這個銷售和營銷 啊 所以說我覺得 呃 這種類型的公司個人或者企業 我覺得是可以去做的 嗯 應該說是銷售和影響的這些精英嘛 其實如果說呃 就可能想鋼筋這行業 他們經常會犯的錯是 什麼樣的錯誤啊 嗯 剛開始是吧 對啊 剛開始怎麼講 就是覺得呃 我有錢 我有銷售平台 我就可以去做 嗯 對 這是他們最早的一個 這個一個想法 殊不知 其實這兩年也是有很多中國的大企業 或者以公司的這些投資方 呃 做金融的也罢 呃 好多都是血本無貴 有這些情況 因為他們 比如說呃 他們做了一些新聞發布會啊 或者是大型的品見會 呃 他可能一下子銷了一個月 可能賣了兩三個櫃 呃 但是他跟這邊的果園主打電話說 我馬上再訂三個櫃 結果這邊的 這個園主會告訴他們啊 不好意思 這個季節已經完了 得等到三個月以後 下一個季節來 嗯 所以說那他前期的所有的廣告 投入成本 以及他的管理費用 人工 所有的成本已經投出去了 但是沒有這個貨 所以說就從這一點上 就要讓他們知道 必須要去深入到大馬榴槤 要去了解這個這個榴槤 因為我覺得它的特別是在哪 大馬榴槤 尤其以貓山貓山王為主 它不是一個簡單的產業化 我覺得可以作為一個文化 嗯 因為沒有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水果 可以在人聚集的地方擺什么 檔口榴槤檔口 而且是唯有僅有這一種產品 只有馬來西亞有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後期也會 想把這一個東西帶到國內 讓國內喜歡吃的人 隨時隨地可以吃到 就是享受這種感覺嗎 享受體驗 就在一個存 就全都是榴槤的環境下 然後在路上就可能 對 包括會有專業的講解員 會有專業的開果人 嗯 對 知道你會怎麼去吃 就不不只是吃榴槤 是體驗這個過程 完全體驗 因為這樣體驗的話 才會得到馬來西亞榴槤真正的品質 因為它價格不菲 價格不低 嗯 對 它的價值 你不能和泰國榴槤拿來對 對比 啊 現在好多這個出口商 因為它的量大不斷的去壓價 薄利多小 它失去了本身這個貓山王 它的這個這個品質 是 對 一定要去賣出它的這個附加值 賣出它的價值 嗯 對 那其實在整個流連行業的未來的大方向發展 你覺得會往什麼樣的方向去 未來 如果從這個本身產品來講 我估計它的首先種植量 在數量上肯定會越來越多 啊 這是其一 其二 呃 馬來西亞榴槤不只是以貓山王為主 還有其他的好多品種 現在沒有被註冊 目前大概應該是有200多種品種 嗯 對 呃 我覺得會不斷不斷的去發掘新的品種 啊 這個 出口國內 第三一個方向就是在這個加工產品 加工產品比如說 那麼流連蛋糕啊 冰淇淋啊 披薩餅 流連粉 這些我覺得都是未來的一個這個發展方向 那我個人公司來講 我也希望包括我的客戶 他也會希望我們的產品多元化啊 啊 讓他們不斷的去了解 都有什麼類型的產品 這樣才能做到一個全方位的 對 流連體驗 所以在接下來的發展方向中 會盡可能的把這樣的產業就分製的更多 對 方面的 越來越多的人知道 對 我當然到現在我也希望有一個專門做流連的公司 他不是以賣貨為主 他是以指導或者以教育為主 去做一個大馬流連的推廣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 對 嗯 所以算是你今天在做的事情 跟我們分享那麼多關於這些流連的知識 好 那麼今天節目也差不多就到這裡 嗯 我們感謝你也帶來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謝謝 特別的觀點吧 就不一樣的觀點 好的 感謝大家收聽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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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